財經消息我們帶您來關心 中國熱錢湧入 香港股市一個月內被炒高了13% 香港金管局就統計 今年4月以來又超過700億港元資金流入香港 但是官方估計 隨著美國利率正常化 資金將會流出 香港首季外匯基金投資收入66億港元 暗季只升8% 較去年同期跌近五成 不過由於美元強勢 外匯投資就錄得虧損332億元 股市暢旺4月以來已有715億港元資金流入香港 金管局總裁陳德琳警告 當美國利率逐步正常化 將會有資金流走 樓市方面 當局推出第七輪逆周期措施已超過兩個月 二手樓交投已放還 但個別一手樓交情急成交仍暢旺 呼籲市民量力而為 這個2.25的水平是一個不正常地低的 是不會永遠那麼低 尤其是一個25年30年的按揭 大家要預計以後當美國利息正常化 香港的利息也會跟著美國是正常化的 到時利息去回多300個幾點 他並提醒投資者中港兩地股市互聯互通後 兩地市場將互相影響 股民要留意風險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有一些民主公司的民主公司 出現現場海警部 您可以看到 一位大陸和五市民